沒有人在生命結束的時候 是在數算我們累積多少財富 記不記得他當時住的房子是幾房幾廳的 沒有人會講這件事情 只會提到我們怎麼樣到了非洲 幫助這些需要的人 或者我們生命當中累積多少故事 我們的孩子有機會跟我們到沙漠裡面 拿著第一杯水送給當地的孩子 看見這些畫面 這些故事是我最後留給他們 希望他們也能夠 經歷一個精彩的故事的人生